陶陶,你这怀热欲呢?少看手机 妈,我这不是没啥事吗?就看我手机,写写门 陶陶,今天想吃什么呀?妈去给你买点 哎呀妈,我在这儿住这儿那么长时间啊 你每天给我大鱼大肉吃的我都腻死了 我想吃点清淡的 那要不,妈去超市,给你买点水果 行妈,你给我买那个榴莲 买那个圆一点的 那好 妈,你既然要去买水果,你能不能给我买几个苹果呀? 我想吃苹果了 说什么呢?蓝蓝 你有功了是不是?怀热鸭肚片子 还想吃苹果呢?你配吗?还有点双呢? 就是啊,你还想吃苹果,咋那么多事啊? 可是妈,这从怀孕到现在,我也好久没吃水果了 你就给我买几个吧 再说了,这妹妹要吃榴莲这么贵,你都给她买了 苹果这么便宜 你就给我买点吧 说得好听,你能给我闺女比吗? 我闺女啊,就是要恰恰的性影,我都给她买 你吃苹果呢,你不吃 你说说你,什么本事啊?就是,你在我们家住着还要这要那 哪那么多事啊?妈,我看你就是对她太好了,给她惯了,还要苹果吃 涛涛,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这我也是你嫂子呀,这也是我家,你在我家住着,我也没说什么呀,你怎么能说我是外人呢? 我在这住了几十年了,哪就是你家?妈,你看她,她竟然敢说我 蓝蓝,得给我说话呢?是不是我闺女在这住几天?你心里不满意了?什么你家呀?这位家需要有我在,还能干你说话? 妈,这面围在这个住,我住到什么时候,我都欢迎 再说了,我说的也是实话呀 什么实话呀?你不欢迎?我两年不敢 还咋不丢嘴呢?你是不是欠咋呀? 妈,我没有,你怎么还推我呀? 我这还怀着孕呢? 怀着孕又怎么了?我推你,我推你都是床的,我打你呢?你怀孕怎么?你怀个别人的骗子,你还有理呢?是不是? 妈,笑呢?别跟她一般见识 妈,你不是要给我买水果吗?我给你发点钱吧 发什么钱呀?妈有钱 走,闺女,现在咱们两个一起出去买剧,走 大家好好想想嘛 我还有衣服呢,你去给我洗衣服去 哎,我说嫂子 我让你给我洗衣服呢,你怎么回事 你都给我洗烂了,你知道不知道啊?不可能啊 你是不是用洗衣机给我洗的呀?是啊,你也没说你这个衣服不能激洗啊 这还用说吗?你都不会动动你的脑子吗?这是什么颜色的?这是白色的?你能放洗衣机里面给我搅啊?你赶紧陪我一件衣服 哎,陶陶,要不这样嘛 等你哥发了工资,我再给你买一件新呢 你除了知道花我哥的钱,你还会干什么?那我哥的钱都是大碗挂来的吗? 这我现在不上班,我手里也没有钱呀 你看你那窝囊样 天天在家啥也不干,让你洗个衣服都洗不好 等我哥出差回来了,我看他怎么收拾你 陶陶,不就是一件衣服吗?你至于吗?再说了,你哥也不是那样的人,他怎么可能会动手打我呢? 你怎么知道我哥不是那种人啊?我告诉你,我跟我哥一起生活几十年了 他就得听我的,听我和妈的 行了,陶陶,为了一件衣服,你至于吗?你怎么越说越够费呀?无力取闹 行,你说我无力取闹是吧?我就无力取闹给你看看 哎哟妈,你快出来呀,我爽子打我 不得了啦,我爽子打我 哎呀,闺女,你怎么了? 妈呀 哎呀,我的宝贝闺女,怎么了?我爽子打打我 蓝蓝,你怎么回事呀? 妈,我真的没打他,你要相信我呀 他相信你,怎么相信你呀?难道我闺女,他会骗我吗? 妈,就是啊,我还冤枉你吗?妈,就是他打的,好像连累,你是不是装美食了? 妈,死定下,大便宜你啊,你怎么回事呀,问你,忘你欺负我 妈,你真的冤枉我了,我真的没打他,我现在还这孕呢,能不能别打我了 怀孕怎么了?就因为你怀孕呢,我才打你呢?你和个鸭子眼子,是不是装美食了?我就要打你了 我让你,我让你,我打不打我闺女啊?我不打 我告诉你,长点记性,不然的话,有个你好受的,别愣上了,该干嘛干嘛去 崔元还愣着干什么呀?整天干个活,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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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哎呀,没事妈,你说这,这怀孕怎么那么累呀?我这腿疼,脚也疼,那肚子也疼,和腰还疼,哎呀,难受死了 哎呀,闺女,这怎么办呀?要不,来,妈给你按按按 妈,你给我按什么呀?无可舍不得你,你给我按 哎,咱家不是还有人吗?让他按 行,来啦,来啦,给我出来 妈,你叫我 不叫你叫谁呀?叫着你的名字呢?给你面名了啊,谁 我?不是,你是谁呀?难道我爱呀?我爱叫你干嘛呀? 你没吃饭还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不使劲啊? 你说你怎么回事啊,闻姐,你是不是故意的?闻闻,你干的什么心啊?这你妹妹够活着运呢?而且,她活在活着男孩儿 妈,这不是小妹说的让我下手重一点吗?让你下手重,你需要那么手那么重啊?是呀,闻闻,你是不是给你妹妹按个腿,你心里不满意啊?我不是故意的 你不是故意的,你不是故意的,你下手这么重啊?真是的,是呀,闻闻,我又怪你,妈的什么心啊? 这出差几天,终于完成任务了,这次回来,也不知道,闻闻在家里,过得怎么样,我的闺女啊,就快出生了,回去啊,好好陪陪咱们 妈,我在这个家,整天洗衣服做饭,照顾你们,你们怎么能这么对我呢?这么对你怎么了?照顾我呗?那是你应该的,你还要工是不是? 我没有,我没有,你没有,这什么意思呀?你嫁到我们这个家,就应该什么活都在干,不然的话,我们家白养着你啊,妈,我看,她是不知道这个家谁做主,你打她一对,她就知道这个家谁做主了,陶陶,你能不能小说两句,你怎么能让妈打我呢? 打你怎么了?我闺女啊,说得对,我看你啊,就是打个球 妈,你别干我,你叫我,我对我打你啊 妈,妈,你干什么呢?蓝蓝,你快起来 儿子,你没事吧?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你看看这个蓝蓝,就是掀不住,只要擦桌子,我不让他擦,你就摔倒了 妈,你说什么呢?什么摔倒了?刚才,你打的时候,我亲眼都看到了 哥,你可不能乱说呀,妈哪打她了,没打她呀,谁儿子? 你给我闭嘴啊,我们家的事,关你什么事啊? 妈,你说说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对蓝蓝呀?啊,蓝蓝在这个家,哪里做得不好了,哪里不顺你的意了? 敢给我这儿说话了,你说他哪里不顺我的意了?就因为啊,他会个丫头骗子 再说了,我怀疑妹妹的时候,你奶奶啊,也是这样对我的 难道,我这样对她,有错吗? 妈,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既然,你知道到时候你怀我妹妹的时候 我奶奶这样对你,你心里什么感受,那你为什么还要让这份苦,让你儿媳妇,蓝蓝蓝再受一遍呢? 哥,你干什么呢?怎么一回来就对咱妈发脾气啊? 再说了,这嫂子才是外人,我们才是一家人呢 陶蓝,你给我闭嘴,我还没说你呢,还说你嫂子是外人 这个家,要说有外人的话,那就是你 都结果坏了,怀着运闹,没事往娘家跑什么呀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哪一次妈跟你嫂子吵架,不都是因为你啊 就因为你嫂子哪一点对不起你了,每一次都是你在中间搬弄是非 陶蓝,我告诉你,这是我的家,轮不到你在这撒野 妈,我算是看出来了,这蓝蓝在我们家 就算付出的再多,为你做的再好,你也看不上她 就因为啊,她怀了是女儿 行,妈,你看不上,我能看上 我也不会再给你机会,再让你这么欣赴她 从今往后啊,我就把蓝蓝带走 你不是疼你闺女吗? 行了,陶蓝,以后妈交给你了 让她去你家,你啊,给她养老 蓝蓝,我们走 哥,嫂子 妈,你看,我哥和我嫂子都走了 那没什么事,我也该回去了 陶蓝,你回家干嘛呀 不然的话,妈跟你一起,去你家吧 妈,你跟我回家,算怎么回事啊 我公公婆婆也在那呢,不合适 那什么,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陶蓝,这什么事啊 看来啊,是我做错了 就不应该,那让对男来 这陶蓝呀,我也是指望不上 那样